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战将在本月11日开打 中国女排已经对外公布了15人名单 跟此前的澳门战相比 本战比赛主教练蔡斌对大名单做出了一些调整 二传徐晓婷回归 主攻庄宇山替换王于露入选 同时这也是蔡斌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 王于露首次无缘大名单 在此前的澳门战中 中国女排先后输给了日本女排和意大利女排 取得了二胜二负的战绩 这直接导致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名方面被日本女排超越 如果中国女排不能在香港站反超日本女排 那么中国女排就必须要跟荷兰女排和加拿大女排竞争奥运席位 好在中国女排现在还占据着主动权 只要不在香港站犯错 那么中国女排就有很大的几率获得奥运门票 才并为了能够顺利达成目标 终于撤下了王云露 同时让21岁小将庄宇山入选 此外二传徐晓婷也进入了大名单 可见蔡斌也很清楚 接下来的比赛十分重要 中国女排必须要全力以赴 不能有任何意外 蔡斌在接受采访时对澳门站进行了总结 蔡斌表示 中国女排在澳门站的表现很不理想 尤其面对日本和意大利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准 同时精气神也不够 而自己作为主教练应该负责 随后蔡斌谈到了朱婷 蔡斌表示 朱婷回归确实增加了全队的实力 通过澳门站 朱婷也逐渐适应了队伍的节奏 尤其是跟二传的配合 目前朱婷的体能正在恢复 伤病也在可控范围内 所以香港站会尽量多的安排朱婷出站 充分发挥朱婷的作用 让他首发出站 为球队做贡献 澳门站朱婷的出场时间非常有限 输给日本女排和意大利女排的这两场比赛 朱婷都是替补 并且都是在最后时刻登场 当时很多球迷都对蔡斌的安排提出了质疑 现在蔡斌算是主动承认了之前的错误 也算是给朱婷道歉 并且还承诺了会让朱婷首发和增加出场时间 另外蔡斌还谈到了对名单的调整 蔡斌表示 这次用庄宇山替换王云露 主要是想要让庄宇山这样的年轻队员 能够在大赛中得到锻炼 丁霞则是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出现了过敏症状 现在还在治疗 所以考虑到比赛和训练 就让徐晓婷进入了这次的比赛名单 最后蔡斌还回应了近期针对自己的质疑声 蔡斌表示 好的建议 他们会采纳 女排精神一直都是对魂 也是全队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 中国女排是一个集体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维护 在香港站打出精神器 顺利拿到奥运门票 按照赛程 中国女排将会先后跟保加利亚女排 德国女排 土耳其女排 波兰女排交手 只要中国女排能够取得至少两场胜利 就将锁定奥运门票 打扮